日本首相菅義偉在16號上任之後 不到一個禮拜 菅義偉馬上以首相的身份 展開外交活動 第一步就是打電話給美國總統川普 這是菅義偉上任之後 兩人首度直接對話 根據路透社報導 川普表示兩國應該要攜手 促進美日同盟關係 而日本NHK電視台也報導 菅義偉和澳洲總理莫里森 進行電話雙邊會議 有消息指出日本 美國 澳洲 印度 將會在10月初進行外交首長會議 菅義偉也將首度會見三國的外長 也將會是他上任之後 首場情緒出席的外交活動 菅義偉是將近8年以來 日本首位新的領導人 如何維持與其他國家的外交活動 也成為關注焦點